金融市平地原住民 最近两届的市议员选举 投票率大约五成 开出了三千多票 其中社会运动出身的 白奈隆尼老王 2014年参选拜北 今年再战 三十多年来在金融蹲点服务 我是金融市平地原住民 参选人一号白奈隆尼老王 这是我第二次参选 我在金融从事社区服务工作 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我的参选不是为了名利 是要担任公普 做选民的导物主任 我的参选理念是 选民才是老大 主仆归位 我坚持不以传统的选举方式 诚心邀请选民来监督我 一号白奈隆尼老王 希望成为你的导物主任 国民党已经失去了 三届原住民议员席次 这次提名王尚杰被视为骑兵 展现强烈收复习次的决心 大家好 我是平地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二号二号的王尚杰 李姓 原乡是根 吉隆士家 感谢所有爱护及疼爱尚杰的大家 有各位的支持 是尚杰最大的动力 尚杰一定会更认真的 倾听所有主人的声音 全力地提升 吉隆士所有主人的生存权益 以及文化发展的空间 促使在地的建设 以及福利政策 能够更满足所有主人的需要 让尚杰做所有族人们的灯塔 照亮温暖我们的家 请给尚杰为主人服务的机会 11月26号 拜托请将您宝贵神圣的一票 投给年轻有活力的 二号二号王尚杰 改变基隆 幸福圆明 塞子愣 让我们一起加油 而寻求连任的五党籍候选人 陈明健 是原住民政坛的老将 累计一定的支持体系 八年的问证表现 争取地方建设 获得选民的认同 明健这次继续参选 连任用心服务原住民 打造原住民新的局面 让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生活 越来越好 不管在老人跟年轻人 跟小孩跟文化 甚至我们体育各项的活动 民间是极力地来争取 让我们各项的福利 都能够齐全 我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重工 我们在此之后 我们在这一刻 这是有什么压力的 我和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很压力的重工 我们在这里 平地園住民 基隆只选一席 两位女将挑战老将陈明健 战况激烈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导